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5 TikTok素美政府挑战可能的禁令 新闻1 一夜春寒一日下 麻州气温骤升 根据Climate Central的一项新报告 麻州是美国升温最快的州之一 从1970年到2023年 麻州的平均气温已上升了3.5华氏度 仅次于阿拉斯加州和特拉华州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预测 如果全球排放量保持当前速度 到2050年代 麻州的平均气温将从2020年的大约50华氏度 升至接近54华氏度 与此同时 昨日麻州气温骤升 但预计今日开始 麻州将迎来降雨与降温 更强的风暴和潮汐将使近3万处住宅面临洪水风险 新闻二 暗藏利器 波士顿洛根机场一乘客携带10把飞刀被查 近日 美国交通安全管理局TSA表示 一名从波士顿洛根机场出发的乘客 因随身行李中携带10把飞刀而被安检人员拦下 TSA新英格兰区发言人丹·韦莱斯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提醒 如有飞刀等危险物品 需放在托运行李中 并附上了飞刀的照片 韦莱斯未透露该旅客是否被拘留或面临刑事指控 根据TSA网站的规定 随身行李中只允许携带圆头或盾边且无锯齿的刀具 例如黄油刀或塑料餐具 安检人员对于物品能否通过拥有最终决定权 网站还指出所有锋利物品应在托运行李中加一套保护或安全包装 以避免对行李处理人员和检察员造成伤害 新闻3 麻州威末79岁妇女在Brandtree公园池塘意外身亡 在Brandtree公园的一个池塘中发现一名妇女死亡 经确认死者于昨日被宣布维威末是79岁居民穆莱恩城 据Norfolk地区检察官迈克尔·莫里希的通讯主管大卫特劳布介绍 陈女士与家人前往公园散步 当她未能按预定时间到达会面地点时 家人向公园内的一名警察报告此事 随后 陈女士的遗体在公园内一座小桥的潜水区被发现 医学检察官对遗体进行了试检 并未发现有他杀的迹象 新闻4 波士顿Sumner隧道今夏将关闭一个月 麻州交通部宣布 波士顿Sumner隧道将在今年夏天关闭一个月 时间从7月5日开始至8月5日结束 此次关闭时间比最初计划的两个月要短 此次关闭是为了1.6亿美元Sumner隧道项目的下一阶段工作 包括隧道天花板 道路 墙体和照明的改造 以及提升安全性和气候适应性 关闭期间 最受影响的将是从洛根机场和东波士顿前往市中心 及陈北地区的人们 麻州交通部还鼓励市民在关闭期间尽可能使用公共交通 并提供了免费或打折的公交选择 包括蓝线地铁 水上百度和其他关键公交路线 TikTok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 正在对美国一项可能导致该平台被禁的法律提起诉讼 该法律要求TikTok出售其美国业务 否则将破使其在2025年1月前关闭 TikTok指控此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声称该法案未提供足够理由就限制言论自由 并将其描述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字节跳动表示 由于技术和商业上的原因 出售TikTok几乎不可能实现 此案可能会引发长期的法律战 甚至可能上升至美国最高法院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Q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 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一 生物科学全美第三 工科全美第四 艺术全美第十一 计算机全美第十二 商科全美第十五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人才选拔项目的报名条件如下 取得高中毕业证书和三年高中成绩单 语言要求满足雅思5.5 托福64多灵国95 ITAP4.0中的任意一项 在中国公立学校参加高考 资产证明30万人民币 护照申请表及面试 人才选拔项目每年有两次申请时间 3-6月中招收秋季入学学生 9-12月中招收春季入学学生 两个月完成全部申请 面试和录取流程 快速入学 报名与咨询 欢迎留言或扫描小助手二维码 成功升学 祝您升学成功